第三百零一集 五五中生 可是牛心村的人 就是被尖天寺的人带走的 曹捕头的话 让李火王心中一阵 这怎么可能 尖天寺 为什么要带走 白灵苗的家人 赶紧接着他缓过神来 等等 也许这并不是真的尖天寺 也有可能是别人假扮的 可不管是真的还是假扮的 对白灵苗的家人来说 都不是什么好事 李火王已经从宏大身上见识过了 尖天寺的这些家伙 只要能完事 可不在乎少杀几个人的 至于假扮的 那就更别说了 结局只能在坏 还有更坏里面选一个 他们往哪边走了 神情凝重的李火王 向着曹捕头询问道 现在只能尽可能的追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 好像是往上京那方向去了 我也不晓得走多远了 看到曹捕头颤颤巍巍地 用手向着西面一指 李火王单脚在马鞋上一踏 翻身上马 向着那边方向冲去 望着李火王远去的背影 王知县顿时松了一口气 这时一旁的师爷靠了过来 老爷 依我看此事蹊跷啊 您说这两帮人中是不是有事啊 王知县一脸的不耐烦 哼 蹊跷就蹊跷了 尖天司的事与本知县有何干呢 起驾回府 哒哒哒的马蹄声不断响起 马背上的李火王有节奏的起伏着 他的脑子乱成一团乱马 从内心不断地出现各种猜想 万一不是今天死 那会不会又是 别一惊一乍了 依我看啊 这不像是其他牌下的手 李火王立即扭头看向山旁的红中 此时的他正百无聊赖地躺在半空 打着哈欠 以你看 你嘴里有半个字是真的吗 你这么一说 我反而更加怀疑 这尖天司是被作王道假扮的 不信算 我等作王道要耍人就光明正大的耍 从来没有换一个地方的说 红中坐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谁说我们嘴里没有真话 说谎要的就是九真一假 全是假话你骗谁呀 李火王不理会他 埋头接着赶路 心中开始为接下来可能遇见的事准备着 这一跑又是好几天 虽然李火王身体坚韧撑得住 可马毕竟是肉体繁胎 还是需要休息的 一天傍晚 李火王把马拴在一棵树下 紧接着翻身直接上树 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是被黑太岁的低语声给吵醒的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了 用力晃了晃自己有些昏昏沉沉的脑袋 李火王翻身下树 在站着睡觉的马脖子上拍了拍 马蹄声重新响起 在空幽的土路传出去老远 就在李火王猜测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会维持多久 自己能不能找到他们的时候 他发现了情况 接着朦胧的月光 他蹲在路边 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鞋印子 观察人数以及大大小小的形状 李火王本能地觉得 这应该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当看到这些鞋印中带着点点血迹的时候 兴奋起来的李火王一拉缰绳 或许是因为人多的原因 那些人走得并不快 当李火王骑马狂追了一个小时 地上的鞋印越来越明显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李火王翻身下马 把自己身体的颜色隐藏在土中 缓缓地摸索了过去 漆黑的天渐渐被深蓝替代 当天快要亮了的时候 李火王终于在一片林子中 找到了一片相互依偎着 打着瞌睡的犯人 这里不管男女老少 所有人脖子上都带着木家 完全就是压重犯的样子 刚开始 李火王还不确定 这些人是不是自己要找的人 可当看到了模样 跟白灵苗有七八分相似的美妇人之后 他就明白自己没找错 看到这些人虽然脸色憔悴 衣衫蓝绿 但都四肢健全后 李火王那悬着的心 总算是落下来一些 还好 只要人还活着 一切就有挽回的余地 随后 李火王并没有马上现身 而是开始围绕着这些人 寻找起押送他们的人 如果是敌人 那就是交战 如果是尖天寺内就交涉 反正不管怎么样 这批人自己一定要救 李火王缓缓地转了几圈 却半个人影都没看到 不可能没有人看着 要是没有人看着 摆着的人早就全跑了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他忽然听到身后传来极其诡异的 喀啦喀啦的声音 仿佛是某种东西 在竹筒里晃动传来的 李火王缓缓回头 发现此刻昏暗的林子里 还是飘起了朦胧的白色尘雾 那喀啦声 就是在那尘雾中响起的 只嘎声尽了 那些沉睡中的白家人 开始清醒过来 他们听到那枝嘎声 眼中纷纷露出一丝恐惧 一些孩童都本能地哭啼起来 李火王甚至能闻到 一些刺鼻的腥臭味 他明显感觉到 白雾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动 可是他就是看不清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李火王不想坐以待毙 单手握紧剑柄 屏住呼吸 小心地向着白雾中闯去 当身处那片白雾之中 喀啦声越来越响了 李火王顺着声音 找了过去 喀啦喀啦喀啦的 伴随着这怪异的声音 浓郁的白色尘雾中 一个戴着黑色西瓜帽 脸颊两侧 抹着腮红的木人脑袋 摇摇晃晃地 从雾中飘了出来 那木人脑袋 每一次的飘动 都会从脑袋里面 传来这种极其古怪的声 看到这东西的瞬间 李火王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动手 因为他能感觉到 这木人并没有看自己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李火王摇紧牙关 万分警惕着这越飘越近的 原木脑袋的时候 从天而降的一道极其强烈的视线 从他的头顶扫来 压得他连呼吸都感觉到困难 李火王猛地一抬头 一张硕大的脸 哭笑颜开 面带一丝邪魅的惨白面孔 缓缓地从那朦胧 薄雾中压了下来 等他完全展示在李火王面前的时候 李火王终于看清楚了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